大家好,欢迎来到罗路街养生房 夏天,阳气生发,人体阳气胜于外 内里虚寒,脾胃有起盈弱 茯苓胃肝而淡,肝能补,淡则能肾 药性平和,它既可以驱邪又可以扶正 那这就意味着茯苓沥水而不会伤正气 实为沥水消肿之药药 那更为宝贵的是,不论是寒、热、虚、食、猪症 茯苓配合其他中药服用都能够发挥起独特的功效 也正因为如此,茯苓成为自古一家最常用的中药之一 可见一两茯苓一两斤,不无道理 那下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茯苓的养生食谱 茯苓一米粥 百芙苓15克,一米60克,控粘细末放入锅中 加水适量,煮熟即可食用 它要具有清热去皮湿之功效 好了,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,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 但是别忘了关注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